今天是2020年6月19号 新闻每一天历史在眼前 我是李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 即6月18号表示 有可能考虑让美中经济完全脱钩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 这不是莱特希泽大使的错 或许是因为我没有讲清楚而已 在美中经济完全脱钩 在各种情况下 美国都绝对保留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政策选项 特朗普的推文 其实是对美国贸易大使莱特希泽的回应 莱特希泽在一天前 向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美中经济脱钩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根据国会山报道 脱钩相当于在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 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贸易壁垒 这会推高商品成本 减缓经济增长 并为经济冷战奠定基础 这将削弱两国对彼此金融和经济的影响 而且可能会导致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更加负面 消极的对抗 特朗普所说的跟中国脱钩也是说了N多次 特朗普在5月14号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曾说 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包括全面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若这样做可以为我们省下5000亿美元 于是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实习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夏威夷会谈 蓬佩奥称杨洁篪再次承诺愿意全面兑现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所有义务 那么完全脱钩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是休克 如果所有来自中国的供货链都突然中断 那么美国当地的工厂要么面临贸易断工 要么因为自己不属于关键产业而被迫停工 尤其是在防疫物资以及胰岛素等基本药品领域 西方对其影响力之外的国家依赖性暴露无遗 这次疫情期间中国大张旗鼓的进行医用口罩外交 医疗设备外交正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割舍的真实写照 其次是阵痛中的思考 西方政界以及商界早在两年前就已经针对这种对中国依赖性进行了相对应的判断和调整 而撤离中国的趋势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完全开始了 这次起始于中国的疫情只是稍稍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毕竟利益制上成本考量的生意人都不会让自己过度依赖于单一的供货房 第三就是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抱怨 美国制造业是否真的会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思路不断扩大本土规模 还有待观望 本土生产对企业更加有利 这种说法其逻辑和论调 只有在供应链安全风险大于廉价生产所带来的收益时才会成立 美国政府现在考虑给予回流的产能以及就业岗位相当的税收优惠 说明特朗普也始终明白 企业终究是要卖出产品的 消费者最终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第三点对于基层民生的影响太大 所以也极其重要 搞笑的是美国人把中国制造骂得很惨 很凶很不地道 却依旧很热衷的去购买20块钱的牛仔裤30美元的手电钻 他们是否愿意花费2000美元去购买智能手机呢 因为只有在这个价格区间 德克萨斯生产的美国手机才不会亏本 但是让消费者出于道德考量去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种可能性可以说为零 第四 东南亚各国将成为最大的受贿者 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因为贸易战 早早就撤离了中国 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 美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回流到美国 而是更加务实 更愿意转移自己的企业到中国的亚洲邻居 那里的劳动力成本依旧低廉 这才是企业的生命力 苹果公司就是一个最近的案例 该公司最近宣布最新款的耳机不会在中国生产 而是在越南 所以产业回流的愿景 注定只会成为特朗普或莱特希泽的美好初衷 常言说得好 大破则大利 早在疫情发生之前 中美关系就已经相当紧张 现在更是跌入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之前许多专家都认为 疫情将会重新推动合作 这种希望注定将会落空 美国人已经通过这次疫情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貌 在今年秋天之前 特朗普总统不会 漫漫然地完全脱钩 任何恫吓都只是嘴巴上的游戏而已 但是这两个新老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对抗 经济对抗 科技对抗将会持续下去 如果特朗普今年成功连任 是否真的脱钩 来年就能见分晓了 今天是2020年6月19号 新闻每一天历史在眼前 我是李新闻 谢谢 因为评论每个字 字字是支持